樱花开了 方舱关了 我们陆续撤了 至今清晰的记得 五十多天前出征那一刻 带着医护人员的使命 带着患者的希望 不只是我 对很多医护人员来说 这是平生第一次踏进方舱 起初 有的患者心里不适闹情绪 有的患者疑惑重重不配合 而交流沟通就从仿佛乎开始 当我们出现在他们面前 身后的名字变得熟悉起来 我们做画 写诗 写上周黑鸭和热干面 写上武汉加油 我们之间的距离更近了 想到最好今天是建设了当当处理节 像一个油桃 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些 带来一些威乐品 但不仅今天是女生要 我们一起唱歌 跳舞 我们一起庆祝生日 庆祝生日 康苍是最特别的医院 也是最不像医院的医院 她更像是一个小社会 仿佛是上海的石库门弄堂 我们彼此就是相亲相爱的左邻右手 经常会有患者过来帮我们发饭 跟我们一起推那个治疗车 一起拎中的垃圾袋 让我感觉真的是像家人一样 16家方舱医院 1.2万多名病 94支医疗队 8000多医护人员 我们就这样一起收 一起奋战 蜡静春来 再见武汉 我们回来了 你愿我们相约武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司令人